有一天我夢到自己 但是很清楚的 很清晰的 我不是夢茶茶的 我見到自己不斷升升升升升上去 上天那裏 我見到自己慢慢升上去 我仍然看到下面的屋 然後穿過雲層 那些雲層屍 我經過的 之後越來越遠 越來越高 我見到下面的屋都已經沒有了 越來越縮小 縮小 縮小 然後整個地球 就噴一聲 整個景象就沒有了 我的意思是 主耶穌帶了我上去 就是我們升上去的時候 他的意思是整個地球 因為我已經離開了 然後整個地球就沒有了 在看著地球不然消失 我當時的感覺是 覺得神會破壞這個世界 我完結之後的感覺就是這樣 這個夢是多久之前的事 應該是 就是沒有我 我和看打仗那些 那麼久 是之後的了 OK 所以這個信息就是 就是 耶穌給你的信息 就是這個世界將會毀滅 有些人一聽到這個教導 他就即時就會說 災前被提的 所以我們都不需要面對大災難 不需要被殺 其實這個的想法 並不是根據聖經的 這個災前被提 很多人就以為是取自聖經 但如果你留心看 你看他們所有的教導 或者書 都是用一些間接的經文 不是直接說到被提的時間 是在大災難之前的 譬如有些人用啟示錄三章十節 那裡說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那麼這個經文 只是說到 神會保守他們免去他們的試煉 並沒有說到會被提的 經文是沒有清楚說到被提的 但是在很多清楚經文 是清楚說到 就是基督徒是要面對 大災難的 以下我是用聖經五點 來證明基督徒被提 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而災前或災中被提都是違反聖經的 第一點就是保羅和眾基督徒 與主聚集是在主降臨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在貼撒羅尼加後書二章一節 至到第八節 那裡說到 弟兄們輪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說到兩件事發生的 第一就是主耶穌基督降臨 然後我們去到耶穌那裡聚集 很明顯 你就這樣看經文 沒有一些外家的觀念 因為很多人解釋聖經 就有些外家的觀念 我們解釋聖經應該是從聖經裡面找到答案 而這個經文說到主耶穌基督降臨 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即是說耶穌基督降臨 我們就聚集到他那裡 所以次序是耶穌降臨 然後我們聚集 而保羅在貼撒羅尼加前書四章十六節 說到他復活 然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和貼撒羅尼加後書二章說到 他到主那裡聚集 是同一事件 即是說他不會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然後又回到地上 然後後來又再次與主聚集 或者與主聚集了 又和他分開 然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兩個經文所說到的 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就是他聚集到主那裡 同一個意思 同一個時間應言 所以在貼撒羅尼加後書第二章一節 那裡講到聚集也是寶羅被提的時候 與主耶穌一起 那他就說到 有些人就說主的日子已經來了 保羅就叫他們不要輕易動心 不要害怕 因為那個日子之前 也都是講到主耶穌降臨的日子 上面看到第一節那裡就寫著 佩洛斯亞 佩洛斯亞這個字 在新約聖經講到耶穌的時候 都是講到他回來的 主耶穌回來的 主耶穌降臨的 所以一路講的是主耶穌回來的日子 以前 主耶穌回來的日子以前 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就是很多人離開真道 反對真正的宗教就是基督教 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而這個沉淪之子是說明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 以及一切受人敬拜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 自稱為神 所以這個就是敵基督 在主降臨的日子 在主降臨的日子以前 敵基督會出現 並且很多人離開真道 反對基督教 然後這個不法的人顯露出來 第八節說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那這個降臨也是用 這個希臘文字 你上網找三九五二 Greek G-R-E-E-K 即希臘文這樣解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字的意思 而這裏講到 就是主耶穌降臨 就要用他的榮光廢掉敵基督 即是主耶穌降臨 在第一節講到 輪到主耶穌降臨 和我們去他聚集 就是當主耶穌降臨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即是大災難之後 因為敵基督 是在大災難的時候活躍的 在敵基督活躍的時期 末期的時候 耶穌降臨 用他降臨的榮光 廢掉他 然後我們就和他聚集 這個經文是講到 基督徒和基督聚集 即是我們被提 去到耶穌的時候 就是主耶穌降臨 用榮光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就是大災難之後 第二點就是 保羅和眾基督復活被提 是在死被得聖 吞滅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些真理 就是保羅復活改變形象被提 只會發生一次 即是說保羅不會復活了 又死過又再復活過 他改變形象 也是改變了 成為不那位 成為不死的 就不會說 改變了又變回 必那位又變回 必死的 然後再變過 所以只是一次 那麼被提也是一次的 不會被提之後 又下來又被提一次 而保羅復活改變形象被提 是一連串的事件 那裡就說 在哥林多前書15章 那裡就說到 在《貴索尼加》前書4章 就說到復活 然後被提 所以三件事 復活、改變形象被提 是一連串發生的事 第二點就是 保羅不會又復活 然後又死又再復活 所以只能復活一次 然後我們就看這些經文 貼索尼加前書4章16節到17節 那裡就說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 和天使掌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 乃在基督裡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 這活著還傳流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魂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這裡說到 主會從天上降臨 又有呼叫的聲音 天使掌的聲音 神的號吹響 又在基督裡死了的人 就會先復活 以後我們 保羅是很特別的 幾個經文都說到我們 即是先我們 貼索尼加後書2章1節 亦都說到我們 第一節那裡說到 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幾個經文都說到我們 即是包括保羅在內 保羅會聚集到耶穌那裡 而這個經文就說到 如果以後我們 活著還傳流的人 即是主耶穌降臨的時候 我們就會和他一同被提到魂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 即是說耶穌回來 然後基督徒就會復活 復活之後 就一起被提到魂裡 在那裡和主一起 就會永遠同在 就不會再分開了 而肥樂比書3章20節就說到 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祂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伏自己的大能 將我們這卑戰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這裡說到 就是主耶穌由天上降臨的時候 祂就會按著那能叫萬有歸伏自己的大能 按著祂的大能 將我們這卑戰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肥樂比書3章20節說到 耶穌回來 我們就會改變形狀 成為好似耶穌的榮耀身體 將這個經文和 《貼撒尼加前書4章16到17》 放在一起 當耶穌從天上降臨的時候 我們也會改變形狀 和祂榮耀的身體相似 所以貼前4章16、17節應驗的時候 基督徒都會改變形狀 然後將這個經文和 臨前15章52到54節放在一起的時候 臨前15章52節說 在浩童末次出向的時候 因浩童要響 死人要復活 成為不撓壞的 我們也要改變 即是在浩童末次出向的時候 死人要復活 成為不撓壞 我們也要改變 然後54節 即是在必死的記 變成不死的 那時經上所記 死被得聖吞滅的話 就應驗了 這裡說到 基督徒會復活 成為不撓壞 我們的身體變成不撓壞的時候 變成不死的時候 經上所記 死被得聖吞滅的話 就應驗了 即是死亡就被得聖吞滅 即是死亡不再存在 而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是會被殺的 所以 死被得聖吞滅 即是再沒有死亡 即是大災難之後 因為大災難的時期 基督徒仍然會死亡 而 將這兩個經文放在一起 保羅只能復活一次 只能改變形狀一次 只會被提一次 而且是一連串發生的事情 我們看過那麼多前書15章 52節 即是說 和貼前4章16節 就說到 基督徒會復活 亦都包括保羅在內 因為保羅只能復活一次 所以這兩個經文 臨前15章52節 和貼前4章16節 是同時應驗的 然後 保羅和眾基督徒就會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遇 即是說 臨前15章52節 和貼前4章16節應驗的時候 都是保羅會復活 然後改變形狀 然後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 而保羅和基督徒復活和被提的時間 是在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而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因為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仍然會死 當基督徒不再死亡 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已經被吞吃了 已經再沒有死亡 就是大災難之後 所以基督徒復活被提 是在大災難之後 這是第二個聖經的證明 第三個證明 就是保羅和眾基督徒被提 是在末次號童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在馬太福音24章29節開始 耶穌有說到災難一過去 然後三十節說到 這個萬族都要哀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 架著天上的魂降臨 他要差遣使者用號銅的大聲 將他的損民從四方 從天者邊到天那邊 都招聚了來 這裡講到 這個大災難過去之後 萬族都會哭了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 架著天上的魂降臨 就是耶穌會回來 在全世界的面前 耶穌會回來 然後耶穌就會差遣使者用 號銅的大聲 號銅在上面有寫到的 selpiks 這個希列文字 大家找4536 Greek G-R-E-E-K 就是希列文 搜尋網上的時候 就會找到這個字的解釋 就是號銅或者trumpet 就是吹的號銅 或者是好像現在廣東話 翻譯做喇叭的意思 到底那些號銅 是跟我們的喇叭有幾大分別呢 這道聖經是沒有說的 總之是有說到這個號銅 就是說耶穌回來的時候 是會有號銅 而這個時候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前書15章52節 就說到一撒時 雜眼之間 號銅沒刺吹響的時候 然後死人要復活 這個時候 寶羅會復活 也在上一節 我有說到 他復活就會改變形象 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寶羅復活和被提的時候 就是號銅沒刺吹響的時候 然後貼前四張十六指 也有說到號銅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 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 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 就是講到 主耶穌從天上降臨 又有神的號吹響 在基督裡死了的人 就會復活 那麼寶羅講到他都有份 然後就被提了 那麼 在這個經文裡面 講到就是號銅沒刺吹響的時候 就是寶羅會復活 然後連貼前四張十六指 就是講到 然後就會被提了 因為我們上一節講到 寶羅復活 改變形狀和被提 是一連串發生的事情 好了 既然寶羅講到這個號銅 就是以後再沒有號銅 這是最後的號銅 首先我們解釋一下 這三個經文所用號銅的字 都是selpicus 都是講到號銅的 寶羅是仕途 他當然會熟悉耶穌所講的話 所以他會熟悉耶穌在馬太二十四章 三十一節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用號銅的大聲 將他的選文招聚一齊 即是說 他熟悉這個號銅的字 而他在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和貼前四章十六節 都講到神的號 在貼前四章十六節 雖然中文是用神的號 但原文都是一樣 是selpicus 所以都應該翻譯為號銅 寶羅在這兩個經文都用號銅 他是熟悉耶穌所講的號銅 他說號銅的時候 應該是講同一個號銅 而不是不同的號銅 如果他知道耶穌有講過這個號銅的時候 他沒有理由會提號銅是另一個號銅 有些人就以為這個號銅不是同一個號銅 是另外一個號銅 但如果寶羅知道耶穌有講過號銅 他在耶穌回來的時候講號銅 而寶羅在臨前十五章和貼前四章十六節 都是講到耶穌回來又有這個號銅的時候 寶羅一定是提及同一個號銅的 如果他是講另一個號銅 他就會說 耶穌回來的時候耶穌有一個號銅 而我現在講的是另一個號銅 其實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沒有理由耶穌回來有兩種號銅 是應該是同一個號銅 所以這三段經文所講的號銅都是同一個號銅 而既然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所講的是 號銅末次吹響 即是說以後再沒有號銅 不會有一個號銅持過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的 末次號銅 和眾星圖被提的時候就是末次號銅 以後再沒有號銅了 即是說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節所講的號銅 不會持過末次號銅 因為末次號銅就是最後一次 不會再有另一次的號銅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節的號銅 都不會持過他 而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節的號銅 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保羅復活和被提 都是在號銅末次吹響的時候 都是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這是第三點證明被提在大災難之後 然後第四點就是講到 馬太福音二十九章四十到四十一節 和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節所講到的 兩個人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是講到被提的 是突然發生的事 而這個經文所講的是大災難之後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經文 在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節 就講到那些日子的災難 一過去這個大災難之後 三十九節就講到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 把他們全都衝去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在這個經文 耶穌是比較羅雅的時候的洪水和他的回來 他說耶穌降臨的時候就好像羅雅的日子 那時候不知不覺洪水就來到 就將他們全都衝去 人子回來 也是用佩洛斯亞這個字 也是這樣的 然後他就說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耶穌回來的時候 也是大災難之後 那時候呢 兩個人在田裏面做事 忽然間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取去這個字在底下 我寫了希臘文出來 就是paralambano 你查Greek G-R-E-E-K 3880就會查到這個字 paralambano 是有兩個字組成 一個是Lambano Lambano 就是接待 接待耶穌就是這個接待 或者是接受 然後para的意思是在旁邊 paralambano 即是接待大到旁邊 在馬太二章十三節 天使就叫 約瑟帶著小孩子 和他母親 逃往埃及 是用這個paralambano 這個字的 將他帶到身邊 帶他和馬里亞 去到埃及 所以這個取去一個 的意思就是帶到耶穌那裏 帶到耶穌那裏 很明顯就是和耶穌一起了 而聖經說到和耶穌一起 就是被提 保羅在貼薩尼加前書四章那裏 講到 就是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就是和他一起 所以 取去一個就是取去到耶穌那裏 而撇下一個 原文的意思 是真的扔了不要 所以另一個就是被棄絕的意思 好了 在馬太二十四章就講到 在田裏面 和在這個女人推磨的時候 取一個撇下一個 都是一個很突然發生的事 就是田我正在做事 忽然間 耶穌就把一個拿去他的身邊 就是肯定是被提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丟下 就是有人被提到耶穌那裏 有人就丟下 而在路加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節 更加加上兩個人在床上 兩個人在一個床上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然後就說到兩個女人推磨 然後兩個人在田裏面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都是說到 是一個突然的動作 尤其在床上更加突然的動作 就是在睡覺 沒有在做事 忽然間一聲就被 拿到耶穌的旁邊 所以這個肯定是說到 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說到 人子降臨都是這樣的 在那個時候 那一陣間 其實經驗是連續的 那一陣間 那一陣的時候 耶穌回來的時候 兩個人本來在田裏面做工 一個就拿去耶穌那裏的旁邊 所以這個是說到被提 而特別是 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節 說到床上 就是突然間在睡覺 都突然間有一個 就拿到耶穌那裏 在田裏面做工 又突然間拿去 兩個女人推磨 亦都突然間拿去 那就是說這個 不是一個講到 長期的被耶穌接立 耶穌接立為神的兒女 那種的取緒 而是 真是一個 突然的動作 在睡覺 那譬如人家 說人家信耶穌 耶穌接立他 就不會說 你睡覺 什麼聲音 那忽然間耶穌就接立你 而這個講到 就是被提 而這個被提的時間 在大災難之後 在人子降臨 就是大災難之後 的時候 並不是大災難之前 好了 那第五點 從聖經證明 被提在大災難之後 就是在馬太二十四章 和二十五章的時候 講到 善伯和惡伯 在浩童響的時候 同時見到主耶穌 在榮光中降臨 善伯沒有預先被提去 善伯沒有在災前被提 我們從這個經文就知道 看得到耶穌回來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同時見到耶穌回來 在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節 那裡講到災難一過去了 然後三十節就講到 人子的兆頭顯然 萬俗都要哀哭 然後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 要駕著天上的魂降臨 耶穌回來 然後用浩童的大聲 將祂的損民 從四方 從天者邊 到天那邊 都招聚了來 然後 羅雅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都是這樣 將他們全部衝去 在那時候 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即是說到被提 然後 在這裏就講到 當時會發生的事 誰是有忠心有見識的伯仁 這個人忠心 他就有福了 但這個惡伯 就怎樣 他就要重重處置他 定他和苟武為善的人同罪 在那裡必要哀哭徹齒了 所以這裏講到 就是說 這個忠心的伯仁 和這個惡伯 是同時 見到主耶穌回來 同時要交仗的 忠心的伯仁 就有福了 這個惡伯 就要被處置 就要哀哭徹齒了 然後 在馬太二十五章 三十一節 上面那裏 馬太二十四章 就講到耶穌回來 然後 二十五章 就講到 人子在他榮耀裡 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中文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以這裏所講的 和上面所講的 是一樣的 耶穌在他的榮耀裡 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和上面的經文 講到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 架著天上的魂降臨 是同一個事件來的 那如果事件發生的時候 會怎樣呢 耶穌回來的時候 萬文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有人聚集在面前 那右邊呢 就可以承受那創世以來 為他所預備的國 而左邊呢 就是被咒座的人 離開耶穌 進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 永火裡去 所以就講到 耶穌在天上降臨的時候呢 就是 所有萬文就聚集了 信耶穌和不信耶穌的人聚集 信耶穌的意思是 信耶穌而跟從耶穌 只是口話信耶穌 但是生命沒有改變的人 他們是不得救的 因為信心沒有行為死的 即是說那些真信耶穌 而生命有改變的人呢 他們就會被接立 進入這個神為他預備的國 然後那些不信的呢 就會進入為魔鬼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 所以這裡就講到 跟從耶穌和不跟從耶穌的人呢 就會即時面對耶穌 基督徒並沒有預先被提的 所以從以上五點呢 我們看得到 基督徒被提是很肯定 從不同的聖經的經文 證明在大災難之後的 我再將這五點簡單地說出來 第一就是保羅和眾基督徒與主聚集 是在主降臨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在大災難之後 在貼撒尼加後書二中一節 主耶穌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而聚集 就是保羅只能夠和主耶穌聚集一次 這就是經文所講到 他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的時候 就是當主耶穌用降臨的榮光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然後第二點 就是保羅和眾基督徒復活被提的時候 是在死被得聖吞滅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就是在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就是講到基督徒復活 而包括保羅在內的 保羅就會復活 變成不撈壞 然後貼前四章十六節 就講到保羅會復活 然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就是被提的時候 而被提的時候 就像臨前十五章五十四節所講 死被得聖吞滅 死亡被得聖吞滅 再沒有死亡 因為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仍然會被殺 第三點就是保羅和眾基督徒 被提在末次號童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首先就是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五十二節至五十四節 和貼薩雷家前書四章十六節到十七節 都講到保羅和眾聖徒復活 因為保羅只能復活一次 所以這兩段經文都是同時應驗的 而貼薩雷家前書四章是講到保羅被提 而臨前十五章是講到號童末次吹響 所以保羅被提是在號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而馬太二十四章那裡講到的號童是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童是不會遲過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的末次號童 末次號童就是最後一次以後再沒有號童 而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童已經是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五十二節的末次號童 也是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保羅被提是在號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保羅被提是在大災難之後 第四個證據證明災後被提就是 馬太二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一節 和路加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節 講到兩個人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是講到被提突然發生在大災難之後 因為在田裏面造工忽然間 而拿去的字是paralambano 是拿去他身邊的意思 是接立去到他身邊 是講到被提突然發生的 而這件事發生呢 是聖經很清楚說的是大災難之後 人子降臨也是要這樣 在那時候人子降臨的時候 在那時候 兩個人在田裏面做著事的 忽然間取一個撇下一個 兩個人推磨一個取一個撇下一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突然的動作 是講到被提突然發生的 在大災難之後 然後第五個要點就是馬太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 是講到善伯和惡伯 在號銅響的時候 同時見到耶穌在榮耀中降臨的 基督徒並沒有預先被提 即是說基督徒被提在大災難之後 在馬太二十四章就講到災難之後 耶穌降臨 全世界的人都要面對他 那些世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但是在那個時候 忠心的伯仁和惡伯 是同時見到耶穌回來 忠心的伯仁並沒有預先被提的 馬太二十五章也講到 人子在他榮耀中降臨的時候 就將萬民聚集 在右邊的就會進入為他們預備的天國 而左邊的就會進入為魔鬼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 以上的經文我們知道 基督徒被提在耶穌降臨 在這個大災難之後的時候 並不是大災難之前 有些人就說 那豈不是很慘 大災難 我們要面對大災難很慘 很恐怖 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 正經講到大災難的時候 講到七人是羔羊開始的 七號七雷七腕都是天使開始的 那就是說 其實大災難是神開始 並不是魔鬼開始的 我們看另外一個經文 在啟示錄十七章十七節 那裡講到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國吸那壽 直等到神的華都應驗了 那這個經文是告訴我們 甚至那些諸王同心合意 將他們的國給那個獸 都是遵行神的旨意 即是說原來 在啟示錄所講到 活後災難發生的時候 都是遵從神的旨意 都是成就神的旨意 在啟示錄發生的事 不是魔鬼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那有些人就說 哇 連那些諸王都是信從神的旨意 所以他們會將他們的權幣給這個獸 那跟羔羊爭 那哇 為什麼要發生這些事呢 在人看上來好像很難明白 但其實聖經告訴我們 在大災難的時候是神掌權的 我們看到兩個見證人 在啟示錄十一章 那裡講到兩個見證人傳道 他們三年半的時間 和敵基督的時間一樣的 那三年半的時間 他們都是能夠勝過仇敵的 並且後來他們雖然被殺 但又復活 教雲升天 就讓我們看到 在大災難的時候 神依然掌權的 啟示錄十四章 就講到三個天使在空中 向各國的人傳福音 和傳警告的訊息 第三個天使就說 哪個人敗獸受印記 他們的份就在流氓的火湖 這個時候也是神掌權的時候 和第五號的時候 在啟示錄九章四節 就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 而兩個見證人會攻擊神的敵人 和第一碗的時候 啟示錄十六章二節 就會有惡毒的倉 生在有獸印記 拜獸像的人身上 第五碗 在啟示錄十六章十節 是講到獸的國黑暗料 所以就讓我們看到 原來在大災難的時候 神是掌權 有些人就說 為何神要有大災難呢 這個聖經沒有講的 這個是我自己推想 聖經有講的 我們就說聖經是證明這些 譬如我是很清楚用聖經證明 災後被看 但是關於為何有大災難 聖經是沒有清楚說 那我就覺得原因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在現代的時候 基督徒是可以依靠他們的錢 依靠他們的財幹 可以依靠人 但是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只能夠依靠神 不能夠依靠錢 就算有錢都不能夠買東西吃 所以那時候 基督徒只能夠多親近神 完全依靠神 沒有食物怎麼辦 只能夠祈禱親近神 所以我覺得在大災難的時候 是會有大復興的 基督徒的生命會很大大的復興 被神更新改變 在那時候 神會使用他們的生命作美好的見證 神也會保守他們的生命 讓有一部分的基督徒能夠安全地 將福音傳去天下 在聖經裡也有說到 因為他們聖過魔鬼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所以在大災難的時期 基督徒依然是得勝的 雖然是會被追殺 但是神是會保守 聖經也說到 我們受迫白的時候 不用想著說什麼 因為聖靈到時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既然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聖靈也會指教基督徒怎樣可以逃難 怎樣可以有食物 或者不需要靠食物 就是祈禱可以保存生命 所以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只能夠倚靠神 在這樣的情況下 神就能夠做很大的工作 神就能夠成就偉大的事 亦都更新基督徒 而且在那時候 福音要傳遍土天下 傳到很多地方 當然了 福音應該在大災難之前 傳到很多地方 在大災難的時期 神也都會使用基督徒 能夠他們聖過魔鬼 就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因為在那時候基督徒是會非常之勇敢 神會帶領他們去哪裡 傳福音帶領他們 怎樣給神使用 給神去保守 所以基督徒是不需要懼怕大災難的 反而我們說 我們要學習倚靠神 親近神 從神得力 怎樣靠著耶穌隨時討告得力 隨時討告可以經歷神的平安 興省 喜樂 愛和能力 可以有動力 從神而來的 有很多基督徒他們祈禱的時候 只是將一個清單交給神 這樣的祈禱未必得到很大力量 聖經講到是用心靈誠實來敬拜 就是整個心靈 整個思想意志感情 和整個靈去愛慕神 感激神 讚美神 歡喜神 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神就常與我們同在 即是一個親近神的祈禱 基督徒是可以得力 基督徒得力就可以為神作美好見證 求神幫助我們 不需要懼怕大災難 反而我們預備好 耶穌快要回來 我們基督徒需要預備好 需要靠著耶穌得力 從神有力量 讓我們為主耶穌作美好見證 並且不需要懼怕魔鬼 不需要懼難 不需要懼怕痛苦 因為神必保守跟從祂的人 愛祂的人 神會保守 即使是被殺 神都會賜我們力量 賜我們平安 求主幫助我們 用一個勇敢的心 面對大災難 亦都在這個時候 事事 討告親近神 從神得力 讓我們能夠面對 前面的任何的迫迫和災難 讓我們能夠在 任何的災難的時候 都能夠暫立得穩 從神得力 求主保守我們 不需要怕這個大災難 我隨時做一個勇敢的基督徒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保守我們 在時候我會帶大家 有一個討告 親愛天父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災難 實在是越來越多 我們看到天氣的改變 非常之熱 很大的洪水 有些人說 百年一遇的洪水 但是呢 連年都一遇的 並且一年多遇的 這些洪水 很大的災難 還有很多的熱浪 很多的災難 飢荒 瘟疫發生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 實在的時間 不會長久的 我們很難想像 十年之後 這個天氣會變得怎樣 熱成怎樣 二十年之後又會怎樣 三十年之後又會熱成怎樣 就會應驗聖經所說 到時會熱死人的 我們就知道 真是這個世界的時間不多了 還有我們看到不同的國家 都可以隨時發生戰爭 而聖經說到第二印的時候 是說到從地上奪去太平 再沒有太平 就是說有一天 這個世界上會有大大的戰爭 有世界大戰 世界上再沒有太平的地方 求主幫助我們靠著耶穌得勝 從神得力 視自親近神 有神的力量 有神的平安 叫我們靠著耶穌得勝 有神的力量 為主耶穌作美好的見證 不要懼怕 不要只顧著怎樣保存我們的錢財 保存我們的生命 因為有一天 這些一切都會過去 但我們靠著耶穌 親近耶穌 遵從耶穌的時候 神就祝福我們的生命 叫我們從神得力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加力給我們預備好 迎見耶穌回來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的邀請所有 你相信災前被提 或者災中被提的人 你嘗試查考這些聖經 你都去找一下災前和災中被提的證據 讓你找一下 其實他們是沒有直接聖經的證據的 不是用一個先入為主的意見 在聖經裡面 我們從聖經找出答案的 原主祝福你 我可以樂意和你們溝通 你如果想溝通這方面 你可以直接聯絡我 在香港的電話和Whatsapp 地區字頭是 852-9408-8617 地區字頭是 852-9408-8617 主祝福你 拜拜 拜拜 我覺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